連續七天 一千下以上跳車 結束 一公斤 我這麼認真跳車一公斤 嗨大家好 我去為棚村棚村 好家在我在家 疫情的關係基本上大家知道 像我們這種常拍運動型的 就是很需要到戶外的 很多單元都要停擺 但沒關係呢 既然要待在家裡 我們還是要做點事情 那我可以預測呢 到時候疫情結束之後呢 大部分人都一定會變化 所以呢 要把我反其到噁心 未來七天呢 我每天都要跳超過 一千下以上的跳繩 然後等到疫情結束之後 好不好 殺大家這個措手不及 你們變胖然後我變瘦 這樣的話我看起來就感覺 更瘦 那從今天開始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天都在做什麼 然後最後呢 七天後呢 我跳繩的成果是怎麼樣 還是超過三十歲 七天已經不夠了呢 好不好 我們拭目以待 開始囉 rea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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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七天 一天下以上跳山 好 結束 現在就看一下我體態有沒有變化 然後 我究竟有沒有變瘦 看起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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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斤 我這麼認真跳就一公斤 果然呢 運動是要持之以恆的 那跟這次的疫情一樣呢 都需要長期抗戰的 跳繩呢就是推薦給你們 在小小的空間然後有 非常大效益的運動 我們接積不住 那這次呢 我們看得到 超級精神的 沒有 我們摸摸 自己走 我們打開 就是